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爸 你们回去吧 好嘞 坐好了 顾佳 沈叔叔 我 我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您说 下个月这养老院的钱就甭交了 我准备回老家了 怎么那么突然啊 您不是说您老家的房子已经没了吗 房子是没有了 可是亲戚朋友找个住的地方就能解决 沈叔叔 您是不是担心钱的事 您千万不用担心 不不不 叔是为钱着急的人吗 本来吧 我想等着沈姐这案子有了结果 是吧 三年了 五年了 我回家等着 我就踏实了 我在这儿住着 你爸他想我碍眼 我可没有啊 怎么没有啊 你个老财迷 我还不知道你 你就怕花闺女的钱 不是 我这儿开玩笑呢 那个你跟幻山的好呢 我心里都记着他 等沈姐出来再报 沈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 我能回家跟幻山说一声 咱们到时候再商量一下 不不不不 我意语诀 别劝 就这么定了 这怎么回事啊 我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您是不是给人脸色看了 怎么可能 我会再问问他 你先走吧 走吧 那我先走了 对了 佳佳 你这两次来 我看你都是心事重重的 没什么事吧 我告诉你 挺直的腰板过日子 你爸爸在养老院里边 还没死呢 还没死呢 有什么事 有你爸爸呢 妈妈 你为了这么开心啊 因为外公给妈妈吃了一个定心丸 吃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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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外公为什么不给我吃 下次来我也要吃 你是小柴猫呀 什么都想吃啊 吃什么 喝什么 吃什么 吃什么 你让我吃看